今天來到禮拜五了 白天是最後的好天氣 好好把握一下 因為今天白天的時候 各地都還是多雲道 型號溫度跟昨天一樣熱 像是昨天最熱地方在屏東 三十五點八度 在三地門 而台北是昨天也熱到三十四點二度 那今天的溫度 同樣是來到比較高一點 但是好天氣就到今天白天 因為晚上的時候就要變天了 有蜂蜜要過來 在週末的時候會比較容易下雨 先預告一下 那今天在水氣的部分 就是在迎風面 北臺灣跟東半部局部地方 可能會有點短暫降雨 那主要是在山區 因為比較熱 有些熱對流長起來 會有零星的午後降雨出現 那這樣子的天氣 在今天晚上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主要來說 就是在臺灣的上方 其實有一道封面 已經要逐漸開始靠近我們了 現在是壓在海面上面 但是今天白天是好天氣 晚上的時候 他就開始逐漸通過我們 到明天的白天 封面通過之後 雨就帶下來了 然後溫度也會開始往下降 等一下跟各位 再來做一下詳細的介紹 我們先來看看以今天來講 外出的時候 還是可以穿為川晴寶一點 因為今天封面還沒有過來的時候 還是比較熱 來北臺灣熱到三十度 中部三十一度 南部艷陽高照三十二度 花東二十八度 都是溫度比較高 適合穿短袖出門 但是晚上可就要變天了 因為封面過來 然後東北西風也過來 所以來看到明天的天氣 週六就沒有這麼好囉 明天中部以北 還有在宜蘭都會容易下雨 而且還會有局部比較較大的雨勢 而溫度也沒有像今天這麼熱 高溫一口氣咻 往下降有八度之多 今天北臺灣還可以熱到三十度 但是明天大概就只有二十二度 會有點涼涼的感覺 但來到禮拜天的時候 稍稍算是一個空檔 雨在禮拜天倒是會停下來 但是溫度上來講 還是比較偏涼的陰天 低溫大概各地是在十七到十八度 稍稍還是有點涼涼的感覺 那下個禮拜先預告一下 因為有這個清明連續假期 目前看起來可能有一波 華南的水氣會移上來 所以清明連續假期 應該會是一個雨紛紛的情況 那時間比較近的時候 再各位來做預告 今天是好天氣 但是明天就變天了 同時中部以北 都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要特別注意 通常會轉涼 記得外出也要多加一件外套了 天氣資訊整理給大家